欢迎收看古生想起 我是子彦 我是阿翔 节目开始前呢 先帮我订阅阿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不过呢 我还是要说一句 先恭喜阿翔老师 是是是 来到一千订阅了 我还以为是十万 十万 很快很快 可以可以的 不过除了恭喜阿翔老师以外 我们也要恭喜所有有看这个节目的 还有阿翔老师的会员朋友们 恭喜今天森微能源掌停板 就是老师从上个礼拜 就一直讲到今天的政策股 能源股 老师心情很好 对啊 早就说那时候就说了 赶快买赶快买 结果今天竟然又涨停板 哇塞 我想这个已经 子彦已经在节目问过我好几天 对好几天 可不可以再买 我说可以啊 你就下去买赶快买 那今天还要再问同一个问题 到底不要再问了 不能买 今天一大堆人都在二玩 对啦 我也是 你看那一大堆人都在二玩 然后赶快问说 还有什么会补涨 我有看到老师的那个盘中小叮铃 有写了蛮多支 有机会有机会 但是这边要注意 那个是节奏上的问题 指标股先上来 补涨股会更进 但是你要注意指标股 就是中心电升微能源 在我们前两个礼拜 都已经在节目当中 每一档每一档都一一在透露 都给各位知道 对 没关系我们先继续来看 没有买到了不用二玩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好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先谢谢所有按赞的好朋友 也谢谢留言的好朋友 因为有你们的鼓励 跟你们的按赞 我们的股票 又想听的 谢谢大家 那你们看节目有赚钱 也恭喜你们 有跟到深微能源的 或者是你今天 有赶快去跟其他的 也都恭喜你们 这些能源政策概念股 今天发了疯啊 发疯了 中心电涨停 深微能涨停 连亚力也赶快跟上来涨停的 对不对 连其他的什么 还有很多还没什么 涨到了这个能源概念股 也赶快跟着上来 所以呢 你今天看节目 有一些还没涨到的能源概念股 你当然也可以留意 等一下我们一併来讲 所以也是先谢谢大家的按赞 好不好 来我们继续看 从上个礼拜 这已经前两个礼拜了吧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去非凡的 非凡2月22号 我那时候就来讲 能源政策概念股 所以你看他帮我下的标题是什么 台电亏损扛不住 电价开涨进入倒数计时 2月22号 对不对 投资朋友 2月22号 你看2月22号 我们来看神威能源好了 哇这个漂亮的涨停 心情很好 2月22号这一天 这一天那时候股价多少钱 126 123 今天152.5了 心情好了 所以你说我心情好 当然好了 1513的中芯店多久没涨 我给他掌握住 真的 对不对 2月22号在这一天 所以回过头来 这个是我去非凡特别谈到的 2月22号谈到电价的一个能源的概念 然后2月25号谈到了也是一样能源的概念 AI股中厂休息 能源股接棒上演政策行情 你看连那个小编 他们的小编也打一个问号 因为他搞不清楚嘛 对 所以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我连续上两个电视台 然后不同的电视台 不同的节目 上个礼拜2月22 2月25 其实这个是2月23录的 应该是2月 对 2月2 礼拜五录的 上个礼拜五录的 因为他礼拜天才播出来嘛 所以呢 两台我们都在讲 能源概念 能源概念 那当然 当然你有看到节目的 都恭喜你有买的更是恭喜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最近已经开始 几乎全市场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财经节目 忽然都说他们有能源概念股 那当然我们也一并很开心 对 大家都赚钱 对 大家都赚钱是开心的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只要你不要骗人 那时候是好事 对不对 是 只要你不要说谎 那都是好事 今天我常常在讲 我们今天在节目上 所讲的股票 涨停的股票 就一定会是 会员平凡所做的股票 绝对不会跟你讲其他的 然后你会员的不讲 讲别人的涨停股票 那不很蠢吗 对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老师都可以验证 我觉得那种是很糟糕的行为 我也做不出来 所以回过头来 来 这个是我们在前天 今天2月29 昨天忽然多放了一天假 多放了一天 对 然后前天你看 前天这个盘中的财经急诊室 啊紫燕啊 嗯 就是那前天你在问我 还可不可以吗 告诉你可以买啊 对不对 哎呦 我就是那个二碗的其中一个 老师朋友 你要了解那个叫做人性 人性 你要记得市场上赚钱的人是少数 赚钱的人是少数 大部分的人 他的选择不会是对的 所以你不要跟着赏户走 所以我常常在讲 大多数人都在问的同一档股票 他往往就都不会涨 会很辛苦 因为表示什么 大多数人都套在那 所以他还会一直问 你赚钱的你会一直问吗 你赚钱的都躲起来 赚钱 是吗 都不跟人家讲 我会耶 我会耶 我会炫耀 那代表你那个倒行还不够钱 原来是这样 真正有钱人 谁会一直跟人家讲赚钱 假设今天我有买到中兴店 我一定会po出来跟大家说 我中兴店长挺烦 紫燕加油 好了 让自己变成有钱人 好 我知道了 那是心态的问题 真正的有钱人 不会一直炫耀 好 我学到了 赚钱是要默默的赚钱 默默的赚 偷偷的赚 提早讲 偷偷赚 有吗 所以你看礼拜二 不是礼拜二 来告诉你赶快留一加码点 对 口说无凭 对 我说过了 做股票 尤其像我们当分析师的 掌控的是带领我们小散户朋友的一个算是 也算是指挥官嘛 你一定要往对的方向 当然偶有看错很正常 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 但是你不能说 你明明没有做的方向 然后硬要说自己有做 罪大恶极 我说这个真的是罪大恶极 因为你会害死散户朋友 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子 来 口说无凭 我们来看几个重点 我们先来看 这个是我带会员朋友所进的神威能源的一个讯息买进的动作 到现在没有卖 买进了一个动作 所有你只要是我曾志强会员 你都可以收到这些讯息 只要你入会单写的曾志强三个字 你都一定有这些讯息 不管你是大之族小之族VIP普通会员 一定会有神威能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我希望小之朋友赚钱 大之朋友一样赚钱 全部都赚钱 好不好 这是我常常讲的 我喜欢分享 就是这个意思 看节目的你也要赚钱 真的 来回过头来 主持人都要赚钱 告诉你要买 讲三天 你问我三次 每一次都告诉你赶快买 对不对 饿完了吧 饿完了 那今天不要再问我了 好我不问我不问 因为有点疯狂 因为大家有点疯狂 你没看一窝蜂 其他没买到的这个同业们 都跟着开始在讲 对 来我们看先看第一个重点 刚刚讲到了2月27 我告诉你这个财经急诊词 这盘中就播出了财经急诊词 告诉你赶快加码 12点就播了 对 来我们来看2月27对照一下 9点06分 9点06分就创新高了 然后2月27 10点23分 通知会员朋友 再加码 再加码一成 新会员朋友直接考三成进去 哇 超级看好 真正要赚钱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常常讲赚钱的股票要留 而且要勇于 应该是这么说 赢的时候你要赶冲 输的时候你要输 我想这句话大家都懂 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 很多人是在输的时候 一直去摊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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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跟赚钱的方式在逆向背道而驰 懂得意思吗 所以你看我节目上跟各位讲可以再买 我们会员朋友就一定有动作 新会员直接买三成 所以你昨天以前进来的新会员 前天前天以前 你手上也有成为能 虽然你的成本可能比一开始 一百二十几块钱还要高一些 但是你也买了138 今天152.5 你刚进来你就 汇费就超过了 因为我直接叫你赚买三成 对不对 我直接叫你买三成 一档股票直接叫你买三成 哇 来回过头来 我们要带各位看的是另外一个重点 6806生威能 当时候我们有写到 在2月21号1.03分的时候 我说之前因为我们前几天 已经先卖出金星科了 这些资金拿过来去买 生威能 对 那时候在这个位置都很好买 没有人跟我们抢 没有人跟我们抢 所以前几天我一直跟各位说 这要进入万里无云了 你还犹豫什么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 你不能说进入万里无云的股票 都能够像他一样这样喷 因为你还要看他背后的 营运的潜力 因为他未来两年大概520亿 大概500多亿的一个工程案要入账 所以这个题材心就够大 这加上现在市场资金他正在做移转 所以我从上个礼拜就一直在告诉各位 市场资金大户在移转的时候 政策的概念股往往就是大户资金的保护展 因为发现我们对市场的这个风向是很敏锐的 很敏锐之余还会带会朋友直接切入 所以再回过头来来 我们回过头来看金星科 金星科那天讯息我们前几天已经先出掉了 这几天都先出掉了 出掉之后拿去买6806的生威能源 大家发现这个策略就很漂亮 真的完美一转但很漂亮高出低进 逻辑就是如此说的简单做起来很复杂 因为台上这个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 对十年工所以有些东西 我常常在讲您今天要有办法拿出这一张 才是真材实料 回过头来这不再多说了 我们等一下还要进入另外一个重点 那当然大家最想问的 政策大户资金的保护伞 政策股是大户资金现在的一个保护伞 还有哪些政策股可以留意 想不想知道 想非常想 很想知道的话 LINE加进去 这个QR Code QR Code刷一下或者是 没错 ID输入进去 我今天2月29号的今天盘中的小叮咪已经有写 所以你只要LINE加进去之后扫描 然后点进去聊天 点进去右上不是有一个笔记本的图案吗 点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盘中及时的报告 盘中及时的报告 写了很多 更涨 里面有些政策股是可以留意的 如果错过了升危能 里面还有一些股票很重要 因为我在看应该还有至少有三档很重要 但是因为我股票不多 我带会朋友做股票不多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重压 这个是买到三成 我们时程资金买到三成就30%了 然后前面买的都一直在加码 所以逻辑上就是这样 我股票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些好的股票 我们总不可能全买一堆一缸子 不可能 你喜欢买很多档的 请你看别人的节目 不要看我的 我喜欢就是三到五档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还有哪些政策股可以留意 加入LINE 好 接下来我们要再请各位按赞一次 老师啊 你每天都叫我们按赞 对 麻烦大家动动下 怕大家忘记 其实也是因为我常常讲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开始知道 按赞它其实是一种分享的态度的时候 你认同对方 对方也认同你 你懂得分享 不吝啬去分享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慢慢变好了 对不对 从你上个礼拜开始按赞 你发现你身为能长停 有 有没有 好 回过头来 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 两个重点 第一个电子股拉回要锁定谁 第一个叫台积电好朋友 第二个叫WiFi7 那当然我也预告一下 未来我们身为能源 如果后面获利下车之后 资金也会转过来去低接 这些重点的电子股 就比照先前金星科 530级540级 获利下车之后 转去身为能120级一样 到今天152块半做收 所以这个是操作节奏的问题 那这个操作节奏呢 主要就是筹码的因素 如果你的操作节奏 目前乱七八糟 请你学着怎么去看筹码 那如果说你筹码不会看 至少最基本的产业要会看 而看产业绝对不是看报纸说故事 回过头来 今天要跟各位来谈谈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在做一个横盘 等于算是横盘震荡的一个整理 然后融资有稍微减少一些 外资买盘 所以有一点点的缩手 没有非常的积极 那投信是稍微有在调节 那投信调节也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投信都肩负着 当我们台股在大铁的时候 投信就拼命买 所以现在来到这个 接近差不多万九的位置 他们卖一些也很合乎 合情合理 懂意思吗 他们要存子弹 储存子弹后面跌下来 他们要撑 对不对 那现在就交由其他人去发展 但是台积电的部分 基本上台积电 它因为它是权重股 最大的权重股 所以台积电本身非常好 我也要告诉各位 台积电现在这个位置也很OK 但是它背后 而且我要告诉你 这是台积电过去的 一年的一个筹码的一个状况 不止一年 对这个过去三年的筹码状况 我再讲一次 你今天看我第一天看我节目的朋友 过去常看的 每天都看的节目的朋友 都很清楚这张图怎么看 第一天看的朋友 我再讲一次 这个绿色的柱状体 每一周会有一根 这个叫做什么 总共的持股人数 总股东人数 然后红色的是 超过400张以上的 大股东的一个持股的比例 红色往上 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 柱状体往下 总股东人数减少 那特别这样子的一个 这张表呢 其实非常适合用来看这种法人股 或者是大型股 主力股不太适用 但是法人股大型股很适用 因为它象征的就是市场目前 你可以看得出来台积电 这个在111年的时候 哇总共股东人数 149万人 经过两年多的时候 之前人家不是在开玩笑吗 好像是6886 688吗 688 688大学长 大学长解套了 对不对 解套了 所以股东人数整个变少 解套了就变少 对不对 你报了那么久 解套就赶快卖 两年 你浪费两年时间 哇两年时光不知道可以赚多少 但是如果有低档买的都要恭喜你 但是我这边要讲的意思是什么 是要告诉各位 你看最近台积电上来之后 总股东人数又开始下降了 对啊 产物就是这样子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台积电筹码现在越来越好 你知道吗 这是过去三年以来 现在是筹码最好的时候 大股东的持股状况没有改变 但是你可能说 可是老师台积电还没有 很用力的往上冲 当然嘛 台积电这么大只的股票 你要他像升威能一样这样标 怎么可能 如果台积电像升威能一样这样标 台股早就两万多点了 真的耶 所以那个是逻辑的问题 所以台积电除了筹码越来越好之外 真正的问题 现在这个时间点 问题在哪 你知道吗 在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美国要公布什么 我们先看这个 美国要公布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一个指数 PCE 这个PCE就是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去扣除能源 扣除食物 嗯 这种波动比较大的两个项目所产生的一个 以致就是说除了能源跟食品之外 其他的一些物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过去公布了好几次都是往下滑的 等于象征了通膨在降低嘛 通膨的问题在降低 但是市场上现在不是一直在讲 美国升息的降息的几率不是往后延吗 对 降息几率降低嘛 当然所以今天晚上 这PCE就很重要 预测值是2.8 之前上一次是2.9 如果说又低于这个 通膨进一步降温 那但是呢 你这通膨进一步降温不代表美国一定会降息 因为这一次美国要降息的重点 除了通膨的数据考量之外 还要什么知道吗 他们的经济是不是有下来 但是目前来看很好啊 目前来看还是很好 所以你必须要从两个方向来看 通膨的因素 如果今天晚上继续降温 很好对科技股 今天晚上科技股搞不好就大涨 如果比预测值还要更少一些 表示通膨继续降温 科技股就很漂亮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因素就是我刚刚讲 美国的经济因素 美国现在这个 这个什么经济 不管是失业率啊 还有还有什么开工率都很OK 所以现在你是两个因素要去考量 所以这边我们给各位看 这是联准会 你只要看先看这个 利率预估值现在是5.5 中间数值是5.5 然后呢 原本预期是3月 但是现在几乎是90%几不会降息 快100%不会降息 然后5月预估也是5.5% 然后到6月最快是6月降到这个5.25% 然后到9月才5% 看到这个有美债的朋友就可能就要再看一下 再等等 然后再等等 美债有美债很辛苦了 前一段时间 我去年就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不要这么急着冲下去买美债 等一等 全市场只有我一个人在告诉你先不要买 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在金控都很清楚 那个债券不是像股票一样这么的活泼 所以它反应的时间都会延后 那你在还没有很确定以前 你就急着去买 你当然就很容易 很受伤 你听得懂意思吗 因为当你预期到的事情 那别人也预期到了 不是这样吗 你都预期到了 别人还不预期到 我们讲很直接一点是这样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来谈这张 这个部分 如果今天你看我再讲一次 两个数字很重要 第一个这个降息的时间最快目前是6月 那如果今天晚上PCI的一个部分能够再进一步降低 通膨降温是好事 对科技股电子股都有帮助 但是也要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美国的经济 是不是能够稍微也降温一些 如果都能够降温一些 降息的几率就会提高 那降息的几率会提高的话 这个台积电筹码现在这么漂亮 外资的资金又会再开始就又再冲进来 所以台积电是很OK的 你干嘛一直卖它 只是它比较慢 你不能把台积电当身为人在做 对对不对 所以逻辑上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台积电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NVIDIA未来两大方向记不记得 为了接下来有机会我们再开一个专题 再跟各位细谈NVIDIA未来发展的两大方向 你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节目订阅下去 因为这个专题只会在我们个人频道播 也会在也会在什么你知道吗 在我去电视台以前先讲给各位听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第一首消息 当然了我们自己的节目当然用心一点 希望我们电视台制作人不要看到这一集 所以投资好朋友锁定这个 那当然也要恭喜我们所有的 这个看节目的好朋友 这给各位参考了 当然因为没有时间讲细一点 这些有一些筹码不好 有一些筹码OK 有一些涨多拉回要买 有一些还没涨到了看一下筹码 我每次这一张都没有时间讲 老师 没有关系 你就慢慢等 慢慢等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节奏 现在能源政策在墙 还没轮到它 对 那我如果马上现在去讲这个 过几天就没收视率 不是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得到的经验 什么经验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去上电视 对不对 然后有人常常在讲说 那个老师都在财经节目 讲到已经涨高高的 我就问你 我们那个是一个现实问题 没有涨的你也不想看 这倒是 对不对 虽然我有时候会先预告 但是你会发现 真的观众的心态 大部分真正有先知先觉的 他会看了之后 你身为人 我就问你一个简单问题 你身为人买了没 他都不敢买了 对 我就坐在老师旁边这么久了 我都告诉他三次赶快买了 没有啦 开玩笑 这个就是有经验的差别啦 懂得看筹码或者是 当然我们这样讲 也不是在说什么 就是说也不是在吐槽 有些朋友也不是啦 就是说有时候懂得看筹码 是有操作的优势的 懂得看产业 也有他操作的优势 记住面我们就辅助参考 真正能够赚钱才会是赢家 讲话才能够大声 我现在可以讲话很大声 对不对 如果喜欢阿翔老师的节目的好朋友 欢迎赶快按赞订阅下去 谢谢 好谢谢阿翔老师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加入阿翔老师的LINE群组 那今天节目到这一节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